連美女都找不到工作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差一點點 就請兩位驚豔勞到的面試官 來替他們好好診斷啦 究竟四位才貿兼備的美女們 能否就此獲得工作機會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助理佳恩 歡迎收看國風伯伯伯伯伯 同事我們小青春 我是屈東文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講安 你這個會不會太短了 全日 過來 誰讓人這樣穿的 等一下 我們今天 既然穿那麼短 我們要找一個人陪你一起走秀好不好 今天有人跟你穿情侶裝 對 真的 歡迎 完全情侶裝 我們走秀吧 預備 太好了 美女 好帥喔 回來了 回來了 歡迎收看迪士尼卡通 美女與野獸 怎麼講就是野獸 好可憐啊 你是美女啊 你是美女啊 我自己 這衣服好特別 真的嗎 自己加起來 對 難怪你願意走秀 可以這麼說 來 請問 請問 謝謝 這個 你會 我講什麼 他在這邊站的 今天主題什麼 今天啊 現在是找工作不好找 真的 所以我們國光翁幫 就要辦一個這個 國光正妹就業博覽會 背起來囉 而且我跟你講 有一般 這個我們就是 有一些調查講 就是如果說 女孩子長得漂亮 其實找工作比較容易 對 但是今天我們要打破這個迷思 其實今天來的呢 他們其實都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因為太正了 就是正 太正 正 但找不到工作 正才是重點 所以今天我們不但請到 NONO來 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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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NONO現在是老闆 所以NONO有些意思是 那我們請到一個更重要 不是 人力銀行 人力銀行 的主管 對 張旭蘭小姐 嗨 大家好 是 是議員的發言人 張旭蘭 OK 現在年紀人找工作 會比較麻煩嗎 應該是說 因為他們都 太挑 太挑了 而且呢 他沒有講究 這要跟我的興趣符合啦 或者是 這家公司太小 他也不太願意待啦 所以有要求很多條件 他們比較沒有那種 像五六年級生啦 先有再說啦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通常 先有再說 其實其實 先有工作啦 先有工作啦 像不像我們以前嘛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要去打工了 管你什麼工作 有在講 對 那現在不是啊 有這個工作 不行喔 現在年輕人都會先問說 同事群子不夠短 對 就會先問那個 先問多少錢 對 都會先問薪資 對啊 眼高手低啊 對 真的 所以說其實如果說 你真心要一個工作 其實沒那麼難 但是重要的是說 你不要那麼挑對不對 對 其實在我們資料庫裡頭 有二十幾萬個工作機會 你看 真的 所以很多人呢 他其實 不是 現在還有二十幾萬個工作機會 對 沒有人做 對 沒錯 這些老闆正在找人 可是呢 可能有一些是業務工作 年輕人就會覺得說 太辛苦 業務要在外面跑 而且呢 零的底薪可能相對少 所以他們就覺得 不划算 我最好是去做辦公室 吹冷氣 然後呢 還可以偷打公司電話 還在上MSN 這也不划算 你當那個企業家二代就好了 對不對 那會不會也是因為這個 學歷的關係 就自己本身能力不足 會不會 現在高學歷喔 不一定是保障了 因為現在大學生越來越多 對 我那天看個報導 高中職畢業以上 高中大學 博士 碩士那些 全部資金下降 只有國中畢業的資金上漲 對 因為他們靠著 因為他們靠著 因為他們靠著勞力 或者是傳統行業 對 比如說我做水泥工 我技術好 非我不可啊 對 像我那時候在弄房子的時候 不是 弄木工有沒有 我 我要排隊等到他來耶 因為他的工作系 對 所以說現在是技術在手中更厲害 真的 來 歡迎第一位 霈霈 大家好 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霈霈 我今年25歲 我去年剛從澳洲打工有學 一年回來 那我的優點是我 我怕吃苦 而且我的脾氣很好 不管是跟上司啊 或者同事 朋友 都可以很容易的打成一片 那妳適合去救國談所是嗎 妳脾氣很好啊 都不會生氣啊 比較少 醜八怪 真的很好啊 脾氣 沒有 我們是開玩笑 她說她脾氣很好啊 神經 醜八怪 那妳失業多久 大概半年左右 妳曾經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很多耶 我從高一開始辦公半讀 所以我做過加油站 然後還有那個 加油站的加油員啊 對 聽說那個對 呼吸氣道不是很好 呼吸器官 是嗎 沒有什麼感覺 那妳就毛錢吸血 沒有啦 還有哪加油什麼 還有那個醫療器材 醫療器材 是做業務嗎 業務是不是 不是耶 那是什麼 門市販售 在門市 我以為負責維修 還有咧 賣過鞋吧 沒有耶 賣鞋啦 賣過鞋子 賣過鞋子喔 不是鞋啦 那這位美女 妳在澳洲打工一年遊學 這麼快樂又可以賺錢 那妳回來幹嘛 那個簽證照 對啊 再留下去要算起來 不要是這樣 對 她是那個遊學簽證是不是 對 她只有一年 那妳為什麼不再回去呢 因為她我想 他們在那邊打工 工資是很高的 是沒錯 一個月多少錢 它是算一個禮拜的 是 我的時薪是大概 澳幣17塊 17塊 做什麼呢 妳算 我是洗車的 好 有有有有 有那一種 不是 不是很正常的洗車 沒有 妳算1比28嘛 妳這將近 五六百塊有咧 可是她的那個 生活的那個 水平太高 動物價太高 可是在哪個城市 我在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 整點城 棒 人家去動物園做事啊 好奇怪 袋鼠啊是不是 有 我去豹無尾胸 很臭 沒有一隻動物出來是有香水味的 對不對 對啊 在那邊妳學到什麼 語文 語文是還OK的 對 英文自我介紹 比較敢 英文自我介紹可以嗎 不用 我英文其實沒有很好 英文其實沒有很好 這是面試官耶 他講的英文自我介紹 就要做囉 預備 去 哈囉 大家 我是Fairy Fairy 就這樣子啊 我也會 我也會 在幹嘛 What's up I'm shot 有 你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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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幾位 幹什麼 OK 那你最想應徵什麼樣的工作 在台灣 現在 我比較偏向喜歡賣東西 賣東西 賣東西 賣菜 簡單 賣衣服 做店員是不是 對 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 做的工作幾乎都是以服務面對大眾為主 是 就是喜歡當站櫃的就對了 那請問一下 依依 站櫃的小姐這個職位現在多嗎 櫃台小姐有 蠻多的 因為在銷售第一線嘛 在經濟不景氣 慢慢要復甦開始之後呢 很多人就要搶市場 所以呢 像你們這樣子的老闆 應該會很希望說 多一點銷售員呢 來幫自己賺線 那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像他如果說想要去做 譬如說衣服上的銷售的話 自己啊 在穿著上面 就要呈現出自己的品味 是 譬如說 他如果是一般學生族群的 那你在 Style上面 可能就要比較貼近這個學生 的一個訴求 那同時呢 你可以給他們一些專業的建議 所以我想 原則上 以Face來講 他是具備這樣的條件啦 但是喔 他可能稍微嫌比較 呃 呃 脫線的一點我覺得 我覺得他也很有特色啊 像今天完全是一個內 睡衣外穿的一個狀況 不會啦 對 這個有點像小可愛 那還有點正臉啊 OK 很可愛 今年二十五歲 其實對二十五歲來講 他其實 他的人生歷練還比人家多一點 起碼在國外待了一年 雖然語言不整 你們騎車場是講台語的 沒有 我們不用講話啊 不用講話 洗車嘛 對 他們等一下講OK 他講 對 接著 妹妹求職太脫線 妥中康也被傳染 聽說你電話流錯了 所以工作沒了 拿黑了 所以說 你看我們發言得多厲害 一看就知道他脫線脫線 對 其實我剛剛看一下他的履歷喔 我發現一個問題 他的履歷很完整 經歷什麼都有 對 最後他沒有 聯絡的方式 真的假的 我沒有用他 我沒有用他 OK 你們現在是店裡 賣一些飾品啊 服飾嗎 對 潮流的衣服 他的條件您覺得 如果穿這樣來應徵 超排的店員 應該會有一點點落差 是潮流的 對 為什麼呢 要穿成怎樣 沒有 就你比較 這樣喔 這樣應該 如果你真的要做那個 服飾店員工 你要對這個 市面上的一些 潮流品牌的服飾要 多少要了解 對 講得出所以然 對 然後進去的時候 還要這樣 不要 不要 你進去 速度 速度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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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OK 那你覺得你自己 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 什麼 我現在 應該是還沒有找到 自己的興趣啦 就是 你現在都找到了 什麼樣的工作 比如說之前 都叫你幹嘛 現在滿多都是 打來都是一些 什麼 打電話去吹廢的那種 現在這種滿的 收掌的那一種 有時候也是因為 自己的疏忽造成 找不到工作 對 因為說你電話留錯了 所以工作沒了 非了 所以說你看我們發言人 多厲害 一看就知道她拖線拖線 對 拖線拖線的 這種女孩子適合 什麼樣的工作 她說 她書錢也不行啊 她如果當秘書 也會把老闆電話寄錯啊 這不行 對我覺得 她不能做內勤行政的工作 也不行 洗車我覺得很不錯 洗車的 因為很自視化的一個動作 這裝救生員也不行啊 她可以做 那個沒有沒有沒有 救生啊 沒有人家幫菸子 做外廠可以啦 外廠 菜也有可能受錯耶 沒有沒有 餐廳門口的那一種 待會兒 就這樣子 對 領台之類的 因為其實現在老闆 都希望一人多工啦 就是你又可以做外廠 又可以幫忙收錢 有時候呢 後面需要幫忙 對 所以如果說 你還是真的希望找到 不錯的工作的話 我建議你是多培養 自己的一個專長 而且有些小毛病 要修正一下 妳上次是找什麼工作 留錯電話 腳踏車點 然後咧 那是他們打電話來 叫我去面試 然後那個時候 面試 約好面試的前一天 我剛好換電話號碼 對然後結果 我去面試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說 我有換號碼 然後我把號碼寫給他 結果我寫錯了 還是寫原來的好嗎 不是我寫的 後面兩個數字倒翻 那就是跟那個工作沒緣分 對啊 沒有關係 其實我剛剛看一下他的履歷 我發現一個問題 他的履歷很完整 經歷什麼都有 最後他沒有留下來 聯絡的方式 對你們講 不要用他 我不要去哪裡走他 真的 幹完 認錯了然後討論半天 跟股東 這邊卡在哪裡 沒有他上次留錯了 他被避免留錯 所以他其實乾脆不留了 乾脆不留了 那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開心嘛 那我們去哪裡找你 真的天天的你 開心就好 人開心就好 最快可上班日隨時 隨時 對 如何找到你 沒有 對啊 經歷跟他的外型 我覺得你滿適合 現在有一家店 我可以上班 你可以去AT 你可能沒有很多相關企業 你去那邊那個 送盤子還什麼東西 我覺得還滿好 那店裡有缺人嗎 氣質還OK 其實你可以來應徵一下 八天的 對 真的 你來做八天的滿特別的 對 可是 家裡經濟小康 叫我幹嘛 不是 不是 這是 什麼 什麼大康啊 沒有啦 但是家庭環境狀況 富裕啦 什麼叫你幹嘛 對 家裡經濟小康幹嘛 好 OK 希望這個工作待遇多少錢 兩萬五吧 還好耶 兩萬五算高嗎 現在 比較貼近事實啦 因為現在大學生喔 差不多 大概是兩萬二到兩萬四左右 是 如果你不嫌棄還可以再往下降一點 你說你那時候在加油站工作 有拿到那種有尿味的鈔票 對 很臭 是伯伯 一個伯伯 他來 就是他付錢 對他付錢的時候他給我 我以為是說他可能去洗手了 然後 所以就濕濕的 他拿那個錢 所以錢會濕濕的 我也沒有想很多 我就把錢弄好 收好 拿給他之後 他走了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一直聞到尿味 就後來聞自己的手 我就一直找 一直找 不是那個尿味火氣也太大了吧 真的啊 太超了 對啊 這麼遠都聞得到 因為在手上啊 在你的手上 我拿了他的錢 所以我手上就有很濃的尿味 哎呀 那這樣滿辛苦的 當加油站的員工 真的是 可是他這樣子沒有 沒有工作實在是 讓人難以相信 對 天地不好 而且他還從幼氣磚耶 真的 從幼氣磚裡 他那個如果說 學歷稍微低一點 還有可能 學歷這麼高 那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長那麼漂亮 一定有很多人搭三嗎 就怎麼會問這種問題 不然你說我是看白白的 你怎麼會叫我問這種問題 沒有啊 搭三都看到 為什麼你搭一個問題 對啊 其他都問你的問題 其他都不會 對 但是還是要講一下 對 對 有很多人打掃 沒有 在加油站的時候比較多啦 加油是在 因為我是坐晚班 然後很多人就是 下了班之後來加油都有點怪怪的 對 對 小姐 加油啊 看我啊 他會騎摩托車在叫站一直環 腦壞啊 一直環 一直環 對 一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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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在那邊繞 繞很多圈 然後後來 你是住台北市啊 沒有 基隆 基隆 基隆的 對 對 我問你啊 你在應徵你們店員的時候 你首要看的是什麼 應徵店員 是你自己負責面試嗎 沒有 不是 我們有自己店長 因為店長是實際跟他們相處的 那你怎麼找店長 你怎麼找店長 店長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股東 股東來找 那你在裡面幹嘛 我在裡面幹嘛 我提供一些創意啊 行銷概念方面的這個 對 我如果是應徵我們的電影 當然是外表是首重要 是 因為人家店面對不對 要符合那個店的風格 然後經過 如果你找那種漂亮女生 對 那豬股多少呢 對 他就會進來 就算不買人潮也很多 就怕人不進店門 只要一進來就有機會了 是 是的 給我們陪陪一點建議好不好 對 下次要去面試的時候 他要加強哪一個部分 對 這個 你今天如果穿這樣去面試 應該是面試 那個應徵秘書 或是一些行政之類的 這樣 可是我覺得上面 是不是要加一點 加一點外套對不對 去面試漏肩膀 稍微端莊一點 還是端莊一點的 有點不太好 對 對 不管你這樣 我想如果是面試辦公室內的工作 這樣穿都太少了 而且呢 如果真的 你的面試官是男生 他可能會對你想入非非 結果是一不再久 所以呢 你還是不要穿太少 我想我看你還是不要穿 那是你這樣講吧 太少 至少要加一件 譬如說西裝外套 或是薄薄的外套 對 讓人家看起來就是說 你是一個比較莊重的女孩子 但是他今天這樣穿著 基本上是我們製作單位 希望他穿著 他現在上節目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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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多多這一關就過了 好不好 謝謝 好 來 歡迎小影 小影 你自我介紹 來 提神好 然後老闆好 我叫小影 那 我的專長的話是 是滑石調酒還有鋼琴 那興趣是唱歌 然後跳舞 對 這個我們很難給你定位 要找什麼工作 就夜店啊 因為你看他的履歷 既這個就是夜店DANCER的 就是很適合在音樂餐廳裡面 那不然就修歌囉 對啊 怎麼會有這種履歷 崇哥 請問這個要怎麼用 我來應徵密書 對啊 你怎麼會有這種履歷 太厲害了 履歷這邊怎麼用這張呢 這個 表演 是我的好身材 這個厲害 對啊 這個要應徵密書的話 被老闆也要改出去 應徵線上麻將那個女生 可是我的興趣也不是密書 我是覺得他適合在 音樂餐廳裡面工作 他就有點全方位的那種 我先講一下經歷 預備 起 服務業以餐飲為主 星光三月專櫃店長 野燕組長 野燕的組長 烤肉 野燕的組長 OK 飲料店店長 POP店長 85度C外場 85度C蛋糕師傅 你們會做蛋糕 會 我也會 你那個不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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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OK 你是餐飲科畢業的 對 OK 朱士林喔 朱士林 對啊 不錯不錯 可是我不是台北人 你是哪裡人 我是台中人 最近才搬上來 台中人 嗯 經歷這麼豐富 怎麼會失業呢 怎麼會找不到 你上一個工作是怎麼樣離開的 就是因為 我找的幾乎都是類似 就是新工作 所以很容易就會有那種升職的機會 可是 他有專業證照 什麼 中餐餅 冰淇淋 我會幹嘛 廚師耶 廚師的製作 你會炒菜喔 我會啊 我餐飲科的 那你可以自行創業啦 開個小吃店是不是 然後穿這樣 然後這樣炒菜 炒菜嗎 對啊 穿這樣炒菜 你生意好 我會炒菜 小姨你每個工作是不是都不是待太久啊 不會耶 至少都會有半年到一年以上 那為什麼都要離開呢 都很好啊 因為到後面壓力都會很大 什麼壓力 因為就是 因為我幾乎都喜歡找新工作 比較不會有那種 進去然後會被欺負的那種感覺 你這樣子誰會欺負你啊 會啊 不是 你找新工作進去才會被欺負啊 你應該待一久就回去了 對啊 菜鳥才會被欺負不是嗎 對啊 就是菜鳥就是剛進去啊 就是那種 已經開一段時間的你 菜鳥進去他有的人會欺負你 可是我說我會喜歡找那種 新開的店 對 新開的店 新開的店 大家都一樣菜 大家都一樣 可是你為什麼做那麼多吃店長 因為就很容易很容易就升職 就是因為 然後升職以後就被欺負 不是 就是升職之後壓力就會很大 請問一下你拜 你是什麼宗教 我沒有新宗教 你沒有新宗教 因為我們想知道你到底拜哪一座名 這麼容易升職 大家都去拜 這樣會比較多 還有經驗吧 有經驗 餐飲的經驗比較多 對啦 像一定是先升這種當店長 他又有廚師的執照對不對 然後又身材這麼好 外表又對不對 太厲害了 但是這張照片令我真的沒有辦法 這張照片可以送給我嗎 對 要什麼啊 你這樣目前找工作多久 我失業一年 一年 失業一年啊 一年多了 那你怎麼過啊這一年 就是我平常就是接通稿 還有外拍之類的在過什麼 做模特兒 對 那你最想應徵什麼樣的工作 對 現在目前最想幹嘛 類似Pub吧 就是調酒師之類 那後面老闆在哪裡 老闆來 就這個啦 我剛才 你沒有那個了不起的眼神好不好 老闆要客氣一點 其實現在啊 現在那個 就是女的Bartender 真的是比較特殊 而且比較強 比較吃香 如果現在真的啦 真的在應徵的話 你會一開始怎麼問這個女孩子 現在 換哪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啦 因為我跟那種一樣 通常這種應徵都是店長在做 但是通常就是很簡單嘛 你在哪裡做過啊 對 然後呢你為什麼要做這一行 然後你希望的資金是多少 然後那個 戶紅銘簿 你知道嗎 戶紅銘簿 你希望薪水是多少 薪水的話 如果做Bartender 十星 十星 可以月星嗎 三萬 會不會太多 三萬還好 還好是不是 因為它是夜班的應該還好 比較辛苦一點 對 但是我們很累喔 真的嗎 我知道 因為它店裡生意很好啊 但是我們店裡有很多 調酒是別的店沒有 你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真的嗎 那我可以應徵嗎 而且老闆又風趣 真的嗎 那我可以應徵嗎 可以啊可以啊 老闆又會請你吃宵夜 不會不會不會 你去 你去 你就吃早餐 你要晚一點 你就去找Junior就好 他就 沒有被客人 伸進褲子裡面 大概就是 小孩子不懂事 可是很誇張 你裝小孩啊 走開 你怎麼裝 你怎麼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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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裝小孩 小孩子 這麼小 小孩子拖有這麼大一個的 不是 你確定是小孩子 不是 小孩子怎樣 他就是 我之前在餐廳上班的時候 然後他要回家了 吃完要回家 結果他就很喜歡我 然後他就這樣抱住我大腿 然後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回家這樣 然後 原本想說給他抱著沒有關係 因為小孩子 可是他後來就整個手 從褲子裡面 從下面那身上去 然後鑽進去 然後摸人一把屁股這樣 然後我下課 他爸媽在旁邊啊 也不會阻止 然後後來他們要走 我說沒關係 你媽媽要走了 你趕快回家 然後那個弟弟就說 媽媽要可以帶這個姐姐回家嗎 然後那個媽媽就問我說 對啊 你要不要跟我兒子一起回家 沒有 這一家人都有問題 那天就很害怕 那天就很害怕 你後來有沒有 你這件最興奮是爸爸 爸爸 不是 爸爸他兒子的手來我 騙他耶 這樣很奇怪 那今天這個 這個履歷表跟他整個表現 跟他的照片 我們請一下發言人 你覺得要加強什麼 一般我們常常會收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照片 譬如說有些人 他會在他應徵的照片這樣 耶 或者是呢 他就擺他跟偶像的照片 還有看過 他明明不是護士 但是他穿著護士服拍照 對 很多 在履歷表上面都有出現過 這樣奇奇怪怪的 記得就像你講的 我們常常會呼朋引犯 叫我們的朋友 同事通來看一下 但是呢 我們不會叫他來應徵 不會用 對 那我想呢 在你如果真的要應徵的話 你在整個那個 履歷表的設計 就要特別要用心 譬如說呢 你可以參考一下 A-Team它的一個設計風格是什麼 量身訂做一個履歷表 然後呢 設計一個你覺得 比較能夠表現你個人專業的照片 譬如說 你可以準備一些你調酒的照片啦 或是參與的照片 然後呢 證照也要準備好 對... 這樣子就很完整 對... 這個還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給人第一印象很重要 不然的話 你們這個 像你這個照片來 我們大家只有 對 這個太棒了 今天這個穿著 完全不像應徵的 對... 夜店嗎 夜店 夜店 去夜店都穿這樣 會這樣更好 更常 我覺得主管看到這裏 應該會私底下 在下班以後會打電話給 再打電話給我嗎 對 應該是喔 不然你們太厲害了 不瞞各位說 他電話給我 太厲害了 徐哥就愛問那題 尷尬就得自己演 不過你在做外拍的時候 有被那個很澀的攝影師 騷擾 對 因為有時候會接唱 怎麼又問這一首 怎麼又問這一首 我們問一下那個 我們看一下那個翅膀好不好 好 來 以貌取人 確實喔 八成三 對 藝人你好像就特別調查說 如果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企業在不在乎外表 有八成三都說 Yes 我是外貌協會 但是他其實所謂看重外貌 並不是說 看你眼睛大不大 腿長不長 不漂亮 不是 那看什麼 他其實看你的是打扮 跟你的體型 因為他覺得 比如說你一陣水泥公 他就 有緊 有緊 不是啦 外型 外型 就外型 因為他覺得 你的穿著打扮 呈現你的專業程度 這是第一印象 再來你的體型 攸關於你的 所以他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那種太胖 我想NO哥 應該不會用太胖的原本 你是老闆 你是老闆情的不一樣 你是這樣嗎 好不好 也有人會用胖的 我最討厭那種社會歧視胖的 對 我們是個變態的社會 參與 OK 參與 譬如說 你是要銷售減重產品 但是你又是胖胖的 大家就沒有說服力 你看我不吃 你看我就這樣 你吃了就不會了 對 所以一般的企業主 就會覺得說 還是要有一點點 譬如說在身材上 要中等 不要過胖 說真的 是對 然後你要穿著打扮 至少是要得意乾淨 不一定要穿得很帥或很潮 整齊親近 對 專業比較重要 還有 你看你外型好一點 他會幫你加心 應該是說 就是有一些工作 他會在意這些外型 所以他是一個基本門檻 那有些工作 他覺得你長得漂亮 多多少少會 給好一點的機會 他可能 在我們的調查當中發現呢 是會大概多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但是只有 注意喔 只有一成五的企業家 他可能會有一點點差別 所以呢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 因應的外貌而來 是有的老闆 他看員工要看順不順眼 我覺得是心理事 對 好 來 歡迎第三位 第三位 小兔 你好 小兔 自我介紹一杯 開始 大家好 我叫小兔 今年二十三歲 那平常是 我的優點是 比較活潑開朗 然後 之前是學外語的 所以英文算還不錯 然後學過一點西班牙文 現在先再用英語 自我介紹一次 哈囉 我是Jame 我非常幸運 我來介紹一下自己 我從高雄學院的高雄學院 我學習了 學外語 謝謝 高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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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啊 在高雄路主廠 你沒有出過那種 高雄 沒有 所以你外語能力不錯 但是你還是要經過思考 對 有時候會轉不過來 沒關係 已經贏我們了 還沒講一樣 想要當助理啊 對啊 很想很想當助理 很想當助理 OK 那你失業多久了 失業大概一年 一年 之前做過什麼樣的工作 之前做過麥當勞啊 圖書館員啊 然後 高雄店的店員啊 然後 現在有兼職當模特兒 就是偶爾接一下Case 是 圖書館員 圖書館員是一樣的 有兼職啊 借書 就跟我們早年 在租錄影帶的時候 是一樣工作 對 來 我們要登記 三天要還 然後回去可以 對 人家在看書 你們是這樣 我們是這樣 我說完啦 我們以前 我說我是這個 錄影帶的概念 那個自己進去 摸一摸哪一個門 可以轉開 就知道進去裡面 你在麥當勞上班的時候 被客人罵到哭啊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麥當勞那種地方 很容易遇到OK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付錢我就是大爺 是 有些人是這樣 對啊 遇到一個媽媽 就是來跟我點餐 然後我就收了錢之後 那我就要裝薯條嘛 那我收了錢之後 然後直接用盒子 跟那個鐵盒去裝薯條 昨晚這樣 我拿到櫃檯她說 小姐 你怎麼摸完錢 還碰我的薯條 對啊 可是我沒有碰到 因為我完全是隔著盒子 聽說妳在做外拍的時候 有被那個 很澀的攝影師騷擾 對 因為有時候會接一下 我又問這種 又問騷擾的問題 你問一個嗎 他那個白白 寫了問題 然後後面還拍個區 沒有 一定要問這個 沒有 肯定你沒有照死問啊 還有一個 下底碰下底 真的 真的 對 什麼意思 就是 假如 演一下 我是你 你是攝影師 他說 我們去拍合照 然後就下體就貼出我的臀部 然後就這樣一直往前 然後我就 好了 來 來 不是 不是 我不想再讓他太明顯 你被示範 來 你笑了嗎 你是攝影師 來 我們去拍照 來 來 來 你很明顯 來 我感覺到那個形狀 走多久 這樣走多久 走多久 不會這樣走 就是一直繞圈圈喔 等一下 我東西忘了拿 等一下 你繞了嗎 我繞到了 就是大概走到這裡吧 那你沒有覺得很怪嗎 對 我覺得很尷尬 所以我就快點往前 然後說好… 他有跟上對不對 有 很厲害 真的很嚴重 可是沒有貼著 不要 沒有 你要有點草禮 可是他有點像 然後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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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最想當空姐 對啊 就是當空服員 或是地勤 還滿喜歡那樣的工作 對啊 有去… 有去應徵過嗎 我其實 投過很多家裡 綠東 可是你的身高應該夠吧 對 可是地勤應該還好吧 沒有 他只有160 他只是… 他只是應徵一線 就是台東飛綠島 你那飛機很小 有啊 基本底線是158 你是多少 159 我160 好高喔 高兩分 對啊 以前台北北高線 非常多嘛 現在很少 現在都飛花蓮 沒有 北高現在很… 一天不知道才幾班而已 對 因為我住在吉祥門 我最了 以前幾年 我七年多前 剛搬去那個內湖的時候 哇塞 我七年一過就昏體 呼… 飛要往九點半為止 現在才哪有 復興的航空 還有一些在飛 對 有的像非大陸 或是非日本 其實都沒有 身高限制那麼高 非日本沒有對高 不是 你去應徵嘛 然後你說我不用薪水 先進去再說啊 先進去然後不領薪水 錢以後再講 對不對 不然你可以去那個 現在在那個 師大公館那邊 有一家空中餐廳 對 對… 也是很正式的風景 然後那次在餐廳 他也是那個送雞餐這樣 對… 對… 所以是現在那邊看空氣 先議員你的空姐夢 那你再看適不適合 他裡面的服務 就完全遵照那個飛機 飛機上一樣這樣子 對… 有沒有看到 聯絡電話 聯絡方式 通訊地址 他的履歷就很完整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他的照片用得 他照片用得很好 你看 你看 用那個單 單純的單純 這個很好 這個不管你這是什麼工作 這個… 工作經歷 平面模特兒 九十五年四月 人在職 好 佳音美女 美語 補習班 對 英語克服老師 唉唷 不錯咧 好 嶺東科大圖書館 這是圖書館的館 是… 嶺東科大在哪裡啊 大台中 成功嶺附近 台中 成功嶺 成功嶺的東方 現在有學校都會出美女 很多美女 很多… 你在說你自己嗎 不是 她是圖書館的人 可以算啦 然後她是… 當圖書館館裡面很舒服啊 又可以看書 又可以賺錢 又可以吹冷氣 而且還可以看到有人在裡面 你知道偷親 親親 對 那妳為什麼要逼她 因為從那個時候畢業啦 畢業就離開 妳有看到人家在裡面親嘴啊 有啊 很多啊 是怎樣啊 就是… 有時候自己在那邊上櫃的時候 上那個暑假 然後上一趟 就… 那邊怎麼有… 的聲音 然後就… 偷偷看一下說 哇… 就是… 男一女在那邊很熱情的待會兒 你們Fur也小生一點嘛 你們Fur就生下 吸來吸去是感覺 對 月薪希望三萬元到五萬元 這個希望的話 我們必須要告訴… 告訴… 告訴妳真相 如果說妳的工作經驗其實不多的話 我剛剛提到這個 現在剛畢業的新鮮人喔 她的薪水只有兩萬二到兩萬四左右 那所以呢 三萬元的話呢 通常很難達到妳的期望 但我想說 其實她的一些外在條件啦 在家她其實貪圖還滿親切的 而且還有英文專長 其實如果你願意做類似像是客服啊 或者是與人接觸的行業的話 應該對妳都很有幫助 而且呢 妳很有面試成功的機會 而且秘書也很適合喔 很適合 很適合 因為英文又好啊 對… 而且又親切 對 第一張星座 所以我覺得她也可以去… 金牛座 其實是一個很刻苦耐腦又愛賺錢的行業 是嗎 是愛錢還是愛賺錢 愛賺錢也很愛賺錢 都有 對啊 我老婆金牛座的 那就是愛賺錢 妳的工作技能有一部分寫的 令我非常有興趣喔 怎麼了 臉部表情 嗯 遺容體能 就是像我接… 有時候接拍照工作嘛 那當然臉部表情就是… 再來 心中愛了預備 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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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位 小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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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應徵什麼 小壹 怎麼介紹一杯 我叫小壹 今年二十四歲 我畢業於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我的優點是 就是開朗活潑 然後善於人 然後交際 就是像公關 社交類似的 或是與外國客戶 就是簡單的一些 基本的溝通是可以的 請問一下 妳做過什麼樣的工作 我做過房屋仲介 很適合 對 然後還有就是 POP的 夜店服務生 夜店服務生 然後餐廳服務生 然後結線生 結線生 對 妳叫什麼 不是 請問一下 你在夜店工作的時候 有被摸屁股嗎 有被摸屁股嗎 你腦都被摸屁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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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摸屁股嗎 就有啊 就有啊 就是有 有些人就是喝醉啊 然後就是會 然後就是會 就是想想 假裝是你的什麼 我是你的什麼 爸爸機身 然後就不假裝這樣 幹爹的 女兒啊 怎樣… 老闆就是 趁機吃到我嗎 是 来 经历 中信房屋业务员 信玲贴牌商店长 三万元 他的 皮奈套的 皮奈套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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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专业证照 会计丙级 应检出级 应征职务公关业务 希望待遇 三到五万元 可上班时间随时 电子邮件 我刚刚都已经记起来 不要再这样 我刚刚已经记起来 他记得我让我死回去 对对对 OK 这是他应征的照片 你目前最希望去应征 什么样的工作 得到什么样的工作 我目前呢 其实我想要增强外语能力 然后去考就是 外商公司 外商公司 那你还是要去国外先念点书啊 你知道 你可以跟那个谁 你要在外商的话 你的讲话不能像那种 要经过思考 对 你要直接就是跟 可是他会培训 你考进去他会培训 没有啊 其实你外语能力的话 你最好是要到当地去生活 你可以学那个陪陪啊 到澳洲去游学一年 但是不要去洗车啊 洗车不能讲话 对啊 你都在家中游学 对啊 家里 没有对啊 沙漠里面一个人走 对啊 那也没有办法 像我 不能说当岛主那种 也是没有人的 都管语运你知道吗 或者去什么华裔很多人的 不行的 你这去那种都是外国人 像我没有人生的 现在培训啊 像我们有一个批评 现在现在就是 我们的批评的头都很惨 他其实英语也不是很好 被你们送到哪里 英国 英国 我的英国的英文已经很难谈了 我就来 那你就去受训一个 可是我 我英语不好啊 去了就会了 去了就会了 就说 超纯屁的 这可是到那边真的你就慢慢 就真的回家 你最长工作做多久 一年多 OK 来 你最长工作做一年 没有 两到三年 两到三年 就是交诈 交诈你还真是待了很久 快两年 快两年 两年 两年 一年多 一年多 比起来其实都不久 对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 平均最长不久 最长三年以上 干啥哥 你在我们演艺圈 工作多久 这个差不多快 这个差不多十二年 十二年 道具哦 道具也算 对 幕后也算 全部都 道具归道具 道具哦 道具差不多快三年 三年 说一个道具 他就做三年了 给你慢慢讲 不要激动 徐哥 你当时艺人多久 这个工作 二十六 二十六年 二十六 那你大矮子多久 目前还在进行 你看我们当工作都二三十年了 所以你们不算长 工作的这个时间要再长一点 再选择要不要离开 在里面才知道你真正的那个工作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你们都是做一个皮毛 再懂一点就走了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都想说找自己有兴趣的工作 其实你应该是在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兴趣 这样你才会做得久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找兴趣 比如说我喜欢那种什么夜店工作 可是没有那么多夜店工作 让你可以找得到 对 那你可能比如说我正常上班族 可是你在这个工作里面 可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兴趣 对啊 讲到夜店工作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夜店工作 你以为很辛苦 像以前我们就有那个夜店工作 今天来大概到大概 比如说九点钟开始上班嘛 人开始十一点多开始多嘛 到一点多就剩下一套制服 就摆在那个办公室桌上 人不见 很多 闪啊 直接闪 他觉得太累了 太累了 很多我们店也会这样啊 因为我们服饰店嘛 那你来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会整理那个衣服 我们一来我们来我们店 我们就是先发一百件T恤给他折 就是比如说店长会教他说 你就我们这个折的行程 一定有折的方式 对 就是这个样子 对 大小都要一样 要整排嘛 对 那我们就先发一百件给他折 然后想要你就先在仓库 你就在这里面折 就是店长去忙 那过了四分钟回来之后 人就不见了 衣服也不见了 没有 衣服还在啦 那个大小 那个把一本 他把一本件裙穿在身上 做不了 没有了 他这我们年轻人你看 叫他只是折衣服 他就受不了 就走了 发言以他的状况来讲 他最需要加强的是 其实他以他的学历 跟他的那个专业 其实应该是很好找工作的 但不过他的英文 好像也没有很好 他如果期待说 在外商公司 可以直接受训的话 我想这是错误的观念 很多学生就觉得说 我不会的 我去公司学就好了 可是企业主希望的是 可以立即上工的 就是立定完全准备好的 你来是来帮我工作 不是我要教你 怎么样做这些事情 怎么做 我来一三八天的 好好好 那我要上班 然后你来调吧 你干嘛会 来学的 我不是来学的 你先学拖地吧 所以你可以一边工作 一边充实自己 然后接下来就去 外商公司上班 这样是最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学一个 最快找到工作的女孩子好不好 是 我们觉得谁会最快找到工作 我们来举手好不好 认为陪陪的 举手 请举手 我会记得谁 你们找不到他 记得他 记得他 那位小颖 很容易找到工作 请举手 为什么 你们怎么会没有 很惨喔 学后人为什么 他有那个中餐厨师的证照 你觉得他懂吗 可是他不是要往那个方向找工作 就是如果说他真正是拿那一张履历的 那一张照片的话 我会考虑一下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对 你是想怎么样 考他 有任用之类 对对 就是 有任用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对 我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吧 对 OK 觉得小兔最快找到工作的请举手 小兔 小兔 你为什么这样学 英文这么厉害 英文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他出来落到大方的 小兔今天没人选喔 小兔 还没选 有 因为马上有工作了 你选小兔 对 有票喔 马上有工作嘛 他真的可以当领台喔 反正找工作是万事起头难的 对 那一开始喔 就是不要太计较 心资 是 机会还要比较重要 是 好不好 那预祝 今天录完影 你们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是 好不好 好的 今天谢谢各位参加官方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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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兔美丽记号 却惨遭众人嘲笑了 十字路 我从 不是 等一下你拿房子拿 不是这样吗 金牛 金牛 你会不会刺错了 你是拿来冲 我要去打瓜嘛 你是在被砍的 看一下你大哥 哦